-照片製作曲編曲 Hi!大家好!我是傳沙 今天這集終於來了 是大家敲碗非常久的一個小個子穿搭術 這一集我主要是cover了 從大衣上一外套到 褲子 連身褲 連身裙 一類的衣服我都有cover到 那教大家怎麼選衣服 我之前有拍過一個小個子牛仔褲特輯 如果你對牛仔褲特別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點我上方的這個牛仔褲特輯 今天我就比較不多做敘述牛仔褲的部分 因為那一集我已經講得蠻清楚的 好 我本人是一個極小個子 身高150 而體重大概在48到51之間徘徊 所以我覺得我算是一個蠻正常體重 沒有說過瘦 或者是過胖的人 而且我這邊要聲明一下 因為大家都說小個子是160公分以下 但我覺得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在我心目中的小個子是155以下 市面上好像很多人身高158 但我覺得158算是很多衣服品牌 都有考量的群眾了 所以如果你是身高在150到155之間的人呢 我想這集應該蠻適合你 開始之前呢 我今天大部分的衣服 都是在Festbeat這個網站上購買 Festbeat這個網站是一個日本的購物網站 那大家也知道我很哈日 我覺得我哈日的原因有一部分 是因為我個人的身材比較像日本人 近年來比較多韓系服飾比較流行嘛 我跟韓國人的身材真的差得非常遠 我個人會去傾向參考比較日系的穿搭 這個是為什麼我還蠻喜歡Festbeat這個網站的原因 那Festbeat這個網站呢 有結合日本超級多有名的品牌 像是Slide啊 Ritual Girl啊 或是很有名的Mousey等等 很多日系的衣服品牌都直接在這個網站上有販售 那它的價錢其實是跟日本同步的售價 所以你不會覺得說你在日本買到比較便宜 在台灣買比較貴 雖然說日本現在已經開放 台灣人也可以出去玩了 不過我就是很不喜歡在外面買東西 扛東西的感覺 像這個網站上它已經跟日本的售價是同步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台灣就先逛好 然後直接買了 就直接穿了 就不需要再到日本去扛貨了 所以在日本的時間我們就留給吃東西居多 或者是看風景 看美景 玩遊樂園等等的這種 就可以不用再鎖定衣服店 我這一次有大概五六件衣服都是 直接從這個Festbeat網站上下單的嘛 我下單的流程我是覺得蠻順暢的 結帳流程非常容易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不錯的地方是 我在1月11號下單 那我1月20號就收到了 因為他們都是用EMS寄出 如果你是在海外啊 你想要買這個日系的商品 Festbeat這個網站是可以寄美國的 那當然你寄台灣就更方便了 他們家的運費都是單筆固定運費的 所以就是說你送台灣啊 會是一個均一價 然後送美國是均一價 網站上其實都寫得蠻清楚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他們的網站上的運費 我覺得這點是蠻好啦 就是寫得很清楚 然後送得很快 下次我去日本玩的時候 買衣服的行程就可以暫時縮減一點 我這一次的使用感用下來是 Festbeat這個網站 它的內容真的非常的多 我在這邊給大家兩個方向 一個是從你想要挑的東西下手 另外一個是挑你想要的牌子下手 像我這一次就是還蠻想要找像 我現在身上的連身裙這種 我可能就會搜尋連身裙系列 然後就是一頁一頁去逛 因為他們網站上真的東西太多了 如果你整個就是毫無髒髮的逛的話 你可能會逛很久 然後你會覺得很overwhelm這樣子 那他們家的網站的內容 因為實在是太多了 我研究出一個小小的技巧 就是說你真的要很認真的看 那個他們網站上的那個實體圖 實體圖你看到的東西 跟你收到的衣服 他們家的網站算是不會差很多 如果你對上網買衣服有concern的話呢 我建議大家一定要看到實體照片圖 所謂的實體照片就是有人穿的 就不是一個感覺好像精修過的圖 只是平面的擺在那邊 一定要看到穿在model身上的感覺 身為小個子 有一點就是要記得 市面上的model 他們一定不會找一個150到155之間的人來拍 你看到model上穿怎樣呢 你穿起來一定不會長那樣子 所以你們想像力要更豐富一點 你要去想像那件衣服在你身上會長什麼樣子 這一點我真的覺得非常重要 身為小個子 就是先不要幻想那件衣服穿 你身上會跟model一樣好看 那這個是FASLY網站的介紹 等一下也會陸續搭配一些穿搭給大家看 我個人就是身為小個子 可是網購經驗非常多年 我大概從大一大二就開始一直在網購 現在已經很少用實體店面在購入衣服了 多年下來我累積了蠻多穿搭的經驗 就想要用今天這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類別我想要介紹的是大衣外套西裝外套等等的類別 就是150到155之間的女生在網購的時候呢 就要特別注意 因為model穿起來一定跟你不一樣 像我也沒有真的很瘦很瘦 所以正常標準的體重的話呢 不管怎樣 只要是長版大衣 你就拿最小號 如果它有XS號你就拿XS 然後像我之前有買過XXS 它出到多小你就往最小的拿 一定不會錯 因為基本上現在的大衣做蠻多那種oversize的版型 所以它就算到最最最最小號 你其實也不會很緊 那我個人就是比較偏愛 就有點寬鬆 然後有點大大的版型的人 那因為我很喜歡穿膠囊款的衣服 那在這邊跟大家說 就是大衣類的衣服呢 我個人是不會選那種領子這邊有特別裝飾 或者是我會盡量避免有帽子的大衣 就像大衣領子這邊啊 我就是會買正常的像這種穿起來就是很經典的款式 或者是說像比較kimono感覺的 那其實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呢 就算過了幾年穿 它也不會有一個過時的感覺 前幾年有流行那種很像水手領的大衣嘛 但那個過了幾年後你現在穿 你就會覺得有點退流行的感覺 所以有設計感的領子的大衣 是我個人比較會避免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剛剛有講 就是有帽子的大衣 有帽子的大衣比較不方便的地方是 通常冬天我就是個人很愛圍圍巾 而且我喜歡那個圍巾很大的 殘繞在我的脖子這邊的感覺 然後你知道圍了圍巾之後 你是後面有帽子的話呢 圍巾跟帽子會整個卡在一起 然後你後面整個人就是會一大坨 加上我又長頭髮了 這整個後面就是會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 所以有帽子的大衣 非常的會讓人家覺得有一種休閒感 可是我們現在就是 輕手偏手女的穿搭 在大衣的部分我個人會盡量避免有休閒感 我這樣就是以一件大衣要穿的長久為主嘛 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長版大衣 小個子的女生記起來 不管怎麼樣你就不要超過 衣長100公分 長版大衣的部分我覺得是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因為像我個人也不是那種在那邊掛網拍 然後會拿那個量尺在那邊量我身材的人 除了就是大衣類我一定會去看他的衣長 衣長一定要在100左右 其實到105以上我都會覺得 對150左右的女生太長了 所以我最多就是104、105 我就覺得還蠻極限 那今天穿了米白色的大衣 這件好像是104的我記得 小個子就是買大衣的時候我覺得蠻局限的吧 就很多大廠牌那種歐洲廠牌的大衣 我們穿起來都不會好看 所以就剛好幫你們省點錢 短版的話呢 我個人是沒有很熱愛穿短版的大衣 我覺得網路上很多教程都叫到大家說 矮各著女生要穿短版大衣 但短版大衣就是很不實穿啊 雖然說你整個腰線比例會拉長 可是冬天沒有人在露肚子這邊 就肚子這一節要很secure才會有保暖的感覺 如果說是比較偏短的大衣 我可能會選前短後長 或者是整個看起來很oversize 就是你感覺是你整個人就已經是 特別選這麼大尺寸的衣服 大衣的部分最重要就是你要去看那個長度 這個是大衣的選擇要領 顏色部分的話 大衣我們剛剛有講了 非常的注重要是膠囊款式 我第一個大衣會選的顏色 一定是黑色 因為冬天穿黑色非常的方便 黑色就是不怕髒這樣子 那第二個顏色 我最近覺得棕色跟駝色的大衣非常的好搭 秋冬感提升 然後你整個人不會沒有精神的感覺 那如果你是比較氣質款的女生 想要選比較溫柔款的顏色的話呢 米白色、燕麥色都蠻適合往這個方向挑選 我覺得就這三個顏色吧 就不要去挑一些五花八門的顏色 因為我知道蠻多大衣都會在比較特別的顏色去做折扣 那我個人就是不會去貪這個折扣 因為你貪這個折扣你穿一年 不如去買一件好一點 然後是你很喜歡的顏色 你穿十年 算下來其實是沒有在多花錢的 下一個想介紹的類別就是連身褲跟連身裙的類別 這兩個類別我覺得非常的適合小個子 是一個非常方便的類別 就是你夏天穿這樣出去 或是春天穿這樣出去 你就會整個春意盎然 然後又很方便 因為你不用再多想搭配 但是就是我剛剛有提到 身為150的矮個子 你一定要去學會怎麼看model的身材比例 因為其實你如果買網拍買多了 然後你在網路上看多的話 你其實是可以發現哪些model是那種超爆高 哪些model好像還好 然後哪些model是可能偏矮的 所以你要常常去觀察它那個腿的比例 我個人是覺得小個子 如果買連身裙連身褲的話呢 尤其是連身裙 你大概買到可以露出小腿的部分 就是大概是在一般model穿起來 會在小腿的中間的部分 那一種裙子你就可以買 因為一般model大概都在170-180左右 你這樣想想看 他們大概高我們20公分 所以你這些多20公分 會是你穿在身上的感覺 就是不會落地 會露出腳踝那個最細的部分 有些如果他們穿起來再更短一點 那表示你更可以買 你穿起來就大概到小腿快結束的地方 我覺得那個長度對小個子來說 穿起來是非常好看 個人非常喜歡 裙子一定要有若隱若現 你一定要可以露出小腿 因為你已經很矮 沒有地方可以露 你就要知道露出你可以露的地方 讓人家知道你也是有腿的這樣子 那你腿粗不粗細不細 我覺得倒是都其次 像我腿個人也沒有到覺得很細 但是我一定會露出一點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欸我有腿喔這樣子 像我個人就是也很喜歡買那種 有開叉的款式 像是側邊開叉或者是後面開叉 就只要能盡情的讓你露出有點腿的感覺 我個人都覺得非常小個子友好 連身褲的話就更好 連身褲的話整個穿起來的感覺 就是會覺得是胸以下都是腳的感覺 你不管什麼穿搭 你就是要創造那個錯覺給人家 你這樣就會讓人家覺得你比例很好 而且我覺得小個子很大的問題就是 像我軀幹的可能是跟一般人差不多 那就是腿就比較短 所以整個比例就很容易五五身 但是我們就是要製造一個三漆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個人還有一個發現就是 如果你在買連身裙或是連身褲的時候 盡量選擇那種材質很垂墜的質料 因為它很軟的關係 它會整個垂墜在你身上 讓你整個人看起來有那種飄飄軟的感覺 所以大家在看你這個人的時候 就是會從頭到尾這樣掃過 很flowy的感覺 然後你穿那種比較flowy的裙子什麼的 會讓你整個人的身材看起來很好以外 看起來會比較修長一點 本人比較粗魯一點 所以我比較不會去選那種 迷你裙短裙系列 我覺得迷你裙短裙可能就跟短褲 就是歸在同一個類別 那個類別我今天剛好沒有介紹到 不過一樣就是盡量選擇那種很高腰的褲子 跟很高腰的裙子 這樣穿起來比例才會好 那所謂的高腰就對我來說 大概一定要在遮住肚臍 然後肚臍以上 因為我個人剛好不喜歡露肚子 所以我覺得穿高腰的褲子非常的適合我 那剛好可以幫我拉長比例這樣子 另外一點就是小個子 不適合穿任何有奇怪版型的裙子 有一些裙子可能會做那種蛋糕裙款 或者是不規則的下擺 其實我覺得都蠻不適合小個子 因為那種裙子就是會讓大家在看你的時候 就去看到那條裙子 然後就會看到你這個人比例很奇怪 就身為小個子 我個人不會去選那種有特別造型的裙子 這點大家也可以參考看看 連身褲的部分呢 因為我覺得還蠻多連身褲 中間這一截會坐很長 我自己穿起來我會覺得 欸 好像有點怪的感覺 就是這邊這一截感覺很奇怪 我還是要把我腿比例拉長嘛 我這個時候有個方法就是 我會用鞋背的背包來遮住這一塊 你會覺得有點怪 然後覺得這一塊很長的部分 所以如果說你覺得你穿連身褲 常常也覺得有點奇怪的話呢 你下次可以背一個鞋胯的包包 然後用金屬鏈條 就是讓視覺有一個 欸 Break up 的感覺 就可以解決 你們會覺得連身褲這一段很長的問題 下一個主題範圍就是在長褲的範圍 我剛剛有時候我不會講牛仔褲的部分 不過我今天也有長褲的選擇 想要跟大家分享 你們知道近年來不是那個Y2K風嗎 然後Y2K風有一個很流行的東西就是 低腰牛仔褲跟低腰長褲 小個子惡夢 我拜託你們不要買 拜託你們 我拜託我求你們 千萬不要買低腰褲 低腰褲真的不行 低腰褲就是跟垮褲一樣 是會讓小個子整個看起來很災難的一種褲子 買褲子要有一個不要去以 我可以去改褲子為原則去買 老實跟你們分享 我只要有改過褲子 我都很少穿 因為你改褲子很容易把褲型改掉 也許小個子有時候會很想要買一些 蠻特殊版型的褲子 像有點小喇叭的褲子啊 或者是 像你們有做一些開剎的褲子 可是那些褲子我們穿起來就是會太長 然後太長的時候你就是因為很喜歡那件褲子 你會先把它買回家 你買回家之後你想說 沒關係我拿去改就好 然後你就拿去改 改斷了 你穿起來是合身 可是穿起來就是變成那個版型跑掉 會很不好看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學習看那個褲長以外呢 有時候也有很多東西 喜歡的東西也不一定要買到 我個人就是看到很多那種 下擺刷的超級好看什麼的 但是我自己個人就是還是會避免 因為我知道我穿起來不會像Model 穿起來一樣的好看 對我來說 改起來穿著率高的 只有那種西裝褲 或是偏軟的版型的褲子 改起來才會好看 而且你一定要跟修改的師傅 或是阿姨說 你要改的跟他本來縫的那個一樣 在美國這邊就是跟他說要改的像Original 然後會比較貴一點 可是你改起來 穿起來還是會是本來褲子的樣子 但那種就是只限於垂墜面料的版型 跟沒有特殊版型的褲子 就是一件比如說很無聊的那種 BB版型的西裝褲那種 那種我就會拿去改 想要買褲子有特殊版型的話呢 可以在腰頭這邊有一些特殊的設計 這一件白色的褲子的話呢 就是他在腰頭這邊有特殊的設計 小個子我覺得買衣服本來就比較 小小的局限一點 如果說真的想要特殊版型的話 往上面去做特殊 褲腳就讓他盡量收緊 讓你的腳踝露出來 我覺得這點也非常重要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我十件褲子 大概有九件都是把褲子捲起來 然後一定會露出我腳踝的部分 就像我剛剛講的就是 就走在路上一定要讓大家看到你的腳踝 但我知道很多小個子也喜歡穿落地藏褲 我個人是沒有很喜歡穿落地藏褲 有一個非常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上廁所很麻煩 其實上廁所你要把整個落地藏褲撈起來 要不然它下面就是可能會沾到別人的尿 或者是地上的不知道什麼東西 所以我個人就是很不喜歡穿落地藏褲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我覺得落地藏褲很適合辣妹 所以如果你是小個子辣妹的話 你就很適合 因為落地藏褲通常都是寬寬鬆鬆的 然後你上面就要穿一個很緊的版型 就是把你上面可以露的露出來 然後很辣這樣子 之前還蠻多觀眾就是建議我穿落地什麼的 可是我就是知道我自己不喜歡 然後我不喜歡穿讓我不舒服的衣服 所以這一點跟大家分享 上衣類的話呢就沒有什麼限制了 因為像我本人 就是我上半身沒有特別短 我是下半身腿比人家短 所以上半身其實我要穿什麼 跟一般人都差不多 有啦 袖長我通常都會比較短一點 所以通常穿襯衫類我都會把它折起來 大家應該也看的蠻多了 小個子大家也說大家喜歡穿一些短版的衣服 那老實說呢上衣的部分算是我平常最最少買的一種衣服款式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疊穿 大家應該也知道 所以我通常都會把蠻多的錢砸在外套的部分 或是我很喜歡買開筋 針織外套啊 就任何那種可以變成外套的東西 我都超級喜歡買 上身的部分我通常都會以就是簡單啊 然後舒服 平價為主 我這次有選這些MOSY的衣服嘛 那這個衣服我覺得蠻特別 就是它前面做一個前短後長 就蠻適合小個子有沒有 然後它一個蠻不錯的地方是 它袖口這邊有做一個開叉的設計 我覺得這個也是蠻特別的版型 我能理解很多人喜歡穿那種很特別的版型 那你就可以從上身去做特別版型 對小個子來說上身你就可以盡量買 你看到MODEL穿什麼你就可以買 因為通常穿起來就十之八九吧 不會差太多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我也很喜歡買這種長袖 像裡面穿這個內搭這種版型比較特殊 然後是那種沙質的高領 就是也會讓整個人很顯瘦的感覺 上身的部分我個人就是 以簡單為主啊 然後你就可以用其他東西來拼 整個看起來會比較有質感 然後看起來會有穿搭的感覺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你喜歡選這種高領的衣服啊 就是我不會選擇那種超爆高領有沒有 平常高領都會讓它散散的散落在這邊 我會盡量露出脖子 就是一樣 身材短小你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露了 就是盡量露 然後我就不會選擇那種超爆高領 我會選擇這種有點半 然後偏高的高領 還是可以露出我脖子 就是整個比例看起來不會很奇怪 好啦 今天從大衣外套部分 連身裙連身褲的部分 上衣的部分 下身的部分 都分享一些我的小tips給大家 希望有幫助到150到155左右的 真的極小個子的女生 我自己個人覺得穿衣服還是穿的舒服最為重要啊 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穿起來要舒服為主 去選擇那種你穿起來會讓你覺得很有自信 而不是讓衣服來學你的感覺 就像我剛剛前面有講了 有很多流行的衣服不一定要有我 因為穿在別人身上很好看 穿在我們身上不一定會好看 之前分享穿大的時候 有分享到我自己個人就是非常喜歡穿Oversize的衣服 那有超級多網路上的人都說什麼 小個子不要穿Oversize的衣服啊 但是我個人就是很反骨 就是很喜歡穿Oversize的衣服 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樣很反骨 很喜歡穿Oversize的衣服什麼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都是你比例要抓好就對了 因為像我穿如果Oversize的外套的那一首 我裡面就會穿得比較合身一點 不會讓你整個人看起來很寬寬鬆鬆炸炸 所以今天最主要教大家就是 你要把你比例抓好為最大的原則 這個就是我們平常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今天穿搭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在Fastbeak 這個網站上面買的 就像我前面有講到 如果你對日系的衣服品牌有興趣的話呢 大家也可以上這個網站上去逛逛 那他們平常都蠻常會有一些免運的優惠啊 或者是一些像之前有新春的優惠 所以他們不定期的都會有蠻多的折扣 因為這支影片是跟他們合作 我在他們的網站上逛的也蠻開心的 所以呢 有一組折扣碼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對這個網站有興趣 也想買日系品牌 然後現在還不能出國去日本的話呢 直接上網買起來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